Hello 大家好 澳門的全民核酸檢測為期三天到最後一天 在文化中心的檢測點已經很少人 據了解進去立即可以做五分鐘搞定 甚至沒有預約即場登記都可以接受檢測 經過底日倒捨螺蟹捏斜後 加上廣東省派出300名檢測員支援澳門就好了很多 第二、第三天都不用好像走難 衛生局今日說進度不錯 報名預約的人士基本上已經完成核酸檢測 截至下午四點累計採養57萬8千人 出了26萬8千人的結果都是陰性 而按照計劃明天即8月7日早上9時就會結束計劃 多個臨時檢測站會關閉 其餘常規檢測站就會正常開放 若未能及時核檢的人士可以透過常規檢測站做檢測 而當局域設有寬限期 同時會透過方法找他們去做檢測 至於會否開展第二輪全民核酸檢查 政府就說要視乎第一輪的結果 包括是否出現陽性個案 第二輪的檢測對居民的生活是否有影響 鄰近地區對澳門的信心等等 如果有陽性個案出現 第二輪都走不掉 當局位處於疫區鴻馬區的280人進行第二輪檢測 全部結果呈陰性 現在共跟進792人的醫學觀察 若沒有新增病例 紅馬和黃馬區自8月3日起計算至少維持14日 目前澳門累計確診病例63例 零死亡個案累計出院56例 58例是境外輸入病例 只有5例是輸入相關病例 沒有任何醫務人員受到感染 好了,這集再看到這裡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拜拜 拜拜